卉卉一战成名 打败世界最强法师 何真终于与Aquia相会 两人打成一团 何真与魔王对战 最终的故事流芳百世 各位观众老爷们好 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期继续说一说 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的第十七卷 最终卷 为冒险者们献上祝福的上半部分 终于到了最终卷了 那么何真到底是怎么打败的魔王 老婆的方面又是选了谁呢 那么废话不多说 且听我细细 到来 盛奇说了 何真倾家荡产 从威姿的店里买来了大量的魔能石 送给了卉卉 让卉卉随便造 卉卉也是从来没有享受过 一天能放两次以上的爆裂魔法 此时卉卉无比幸福的一边流着泪 一边无勇倡的快速连续使用爆裂魔法 炸着魔王城的结界 达克尼斯则在边上说 这一颗宝石给我买一栋房的呀 你们别乱遭这东西呀 天呐他碎了 哎呀碎了两颗 哎呀碎了三颗 在达克尼斯化身成为复读机的时候 魔王城里迅速集结了许多黑暗骑士和会飞的石像鬼 一批一批的从了过来 结果这些人全被卉卉炸的连渣都不深 魔王城前成了人间炼狱 地面被轰得到处是坑 魔王军的部队来多少死多少 尸体都找不到的那种 就在这个时候 魔王城号称最强的魔法师的退休干部突然出现了 但因为站的有点远 只能靠何珍的千里眼加毒存素来进行交流 结果会会二话不说 直接甩了一个爆裂魔法过去 但爆裂魔法并没有把干部炸死 只是把他的衣服全部给炸没了 并露出了身后的翅膀 表明了干部此人是个堕天使 干部站在原地大声的吼道 如等何人为何攻击无等的城堡 你们难道不懂正道的礼仪吗 何珍则翻译的说 会会他说我们远处攻击城堡太赖皮了 是赖皮狗 会会听完气得呀 当场涌唱起了咒文增加威力 又一个爆裂魔法 趁着干部还在那自言自语的时候 炸了过去 干部直接就被炸飞了 翻着白眼躺地上惊乱起来 好在干部的手下们赶忙把干部拖进了结界 这帮手下们都被吓疯了 纷纷以为是别的世界的魔王来找茬了 而干部似乎有超强的恢复能力 此时的干部似乎缓过劲而来 跟自己手下们说 如果用我真正的力量 娶娶一个红魔族 何真则在远处独存的翻译道 惠惠 那个干部说 我要是动真格的 那种平凶的红魔族 肯定抬手就能秒掉 惠惠听完 两眼放光 深吸一口气 高速涌唱起了咒文 迅速的射出了20发爆裂魔法 魔王城的结界直接被炸没了 修结界的法师们全给炸到了九霄云外 大量的陨石坑中 只剩下了满身疮痍的干部 何真心说 这干部真不愧是最强的法师 了不起啊 这都能活着 而惠惠见错 干脆丢掉了魔能石 打算用自身的魔力 释放最强的一击 干部则躺在地上 身影着说 我 我是魔王军最强 最老的 我的名字是 砰 魔王军最强的干部 连名字都还没有来得及说完 就被炸的原地去世了 不过打完这个干部 惠惠的魔力消耗太多 鼻子里面不停的往外流鼻血 何真怕惠惠出事 一边帮惠惠输送魔力 一边告诫惠惠 今天就不要再使用暴裂魔法了 以免有生命危险 见魔王城 不再有敌人出现 于是何真等人就带上了行李 一路无阻的来到了魔王城 一进城堡 何真他们就遇到了 云云和遇见三人组 云云当场抱住了惠惠就说 天哪 惠惠 太可怕了 刚才我们一进城堡 就被魔王发现了 所以魔王他跑到了城外 攻击城堡 打算把我们活埋了 这个始作俑者的魔王 惠惠心虚的撇开了视线 不过何真发现 此时的队伍中 却不见阿库亚的身影 云云赶忙解释到 刚才爆炸太过混乱 导致跑过来的时候 一转头 阿库亚就不见了 虽然一楼的魔王军 似乎都被消灭了 但一想到 露吃且幸运意的阿库亚 恐怕还会遇到敌人 何真他们就赶忙分头 在一楼的大厅找了起来 结果何真在一个角落里 看到了一个按钮 上写四个大字 不许按 何真顿时冷静分析起来 这么明显的陷阱 肯定不是真陷阱 说不定是给魔王 专用的电梯之类的 何真毕竟是一个小心的人 于是 当场就按了按钮 何真都还没有来得及 告诉灰灰他们 何真就被传送到了 一个狭小的房间里 然后就听房间里 有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 何真心说 坏了 这个就是陷阱啊 而仔细一看 蹲在墙角 暴息痛哭的女人 就是阿库亚 阿库亚见来人是何真 高兴的扑了上来 何真也高兴的 发动了回避技能 华丽的躲开了 一头撞在了墙上的阿库亚 哭得比之前更惨了 何真只好一边安慰阿库亚 一边难得暖男的 打算给阿库亚的额头治疗一下 结果阿库亚一听 立马大叫 你个臭妮特 污蔑我是厕所女神 你还不满足 还想把我的长处特点 都要抢走吗 那个小便三 我要跟你一决刺小五 我咒你每次洗头的时候 放不出热水来 原来阿库亚跟何真一样 都是手欠的 才被传送到了这里 而阿库亚的大吵大闹 很快就招来了巡逻的卫兵 何真发动窃进技能 得知这里是城堡的最上层 很难逃出去 所以情急之下 何真赶忙使用了潜行技能 带着阿库亚 躲在了房间的角落 来巡视的三个卫兵 一个是黑暗骑士 一个是红皮鬼 还有一个是不死足的魔灵 前两位来了以后 啥都没看到 但魔灵却当场就发现了何真他们 不过魔灵怕阿库亚的进化 所以魔灵与红皮鬼 打算来对付何真 黑骑士则选择对付阿库亚 何真他们只好匆忙应战 阿库亚给何真上了很多支援魔法 并用手势提醒何真 快用你的绝技 瞎了他们的狗眼 何真心领神贵 当场甩出了心血的技能 闪光弹 直接闪瞎了黑骑士和红皮鬼的眼睛 不过魔灵说 嘿你这招对我可没啥用 何真也笑的说 等你的同伴恢复势力的时候 你早就被我们干掉了 尚把阿库亚干掉这个魔灵 阿库亚则在何真的身边说 何真 何真你在哪呢 原来阿库亚也被闪瞎了狗眼 何真大骂 我靠你叫我认闪的 你咋瞎了 阿库亚更是生气的说道 我哪知道你心血了什么技能 我以为你是要用以前那种更加卑鄙的 用沙子迷人眼睛的方法呢 见何真和阿库亚起了内吼 魔灵趁机迅速的攻了过来 就在魔灵身手的一刹那 何真把阿库亚当肉盾 顶在了身前 魔灵一碰到阿库亚 似乎就受了重伤 右手直接烧没了 黑骑士赶忙关心的问战况如何 魔灵则在回答的时候 不小心暴露了黑骑士和红皮鬼的幸运 何真分清楚了这些人的名字之后 立马利用阿库亚给他的支援魔法 模仿起了魔灵的声音说道 黑骑士快砍你面前的人 于是黑骑士当场就把自己的同伴 红皮鬼给砍死了 魔灵借何真如此卑鄙 赶忙叫黑骑士 谁的话你都别信 站在原地别动 然后魔灵一边躲着阿库亚 一边朝着何真攻击了过来 何真一个失误 给魔灵抓住了机会 魔灵当场就用生命吸取魔法 让何真的意识逐渐开始模糊 好在有阿库亚在 所以阿库亚非常小心的 不让何真碰他 实在没有办法 何真只好左手伸到了魔灵的体内 也用起了生命吸收的魔法 两个人就这样互吸了起来 但是何真却感叹道 吸魔灵的魔力真没意思 明明平时从美少女身上 吸收魔力的时候 特别的满足 魔灵听到这话以后 大家赞赏的说道 这是何等的让人羡慕啊 我太理解你的感受了 如果不是敌人 我真想跟你探讨一番 魔灵和何真仿佛相见恨晚一般 互相认同起了对方 然后阿库亚就一拳把魔灵打爆了 原来阿库亚和黑骑士 此时都恢复了势力 阿库亚根本不看气氛 当场就让魔灵原地去世了 黑骑士剑撞 两个同伴都死了 便举剑要为同伴报仇 而阿库亚抓住了何真的衣领 打算拿何真当肉盾 眼见黑骑士持剑冲了过来 何真赶忙释放了自己的必杀技 传送技能 黑骑士剑撞笑着说道 区区一个传送魔法 很遗憾的话音未落 黑骑士就被传送走了 只留下了铠甲 硬身落地 原来这个黑骑士 也是个憨憨 他只给自己的铠甲上了魔抗 导致何真的魔法 透过了护甲 把人给传送到了 阿克塞尔的警局 就这样何真打败了三个守卫 本来何真是可以带着阿奎亚 直接传送回家 但是一想到半途而非跑回去 会被村里面人丢石头 骂成逃兵 所以何真和阿奎亚 两人打算继续把暗杀魔王的计划 执行到底 于是何真穿上了黑骑士的铠甲 假扮黑骑士 在达斯特给他的戒上涂了剧毒 假装是抓住入侵者的样子 带着阿奎亚 混入了敌人的队伍之中 虽然魔王军有队友被杀了 但是一提到被抓的人 是阿奎亚叫的人 立马下的这帮魔王军的禁卫军 退避三分 生怕阿奎亚给他们传染病毒 何真模仿黑骑士的声音说 刚才的敌人太强了 所以我打算把这个女人当作人质 把闹事的人都给他调出来 结果何真刚把话说完 所有的魔军都退后了几步 何真心说 坏了 不会穿帮了吧 结果魔王军的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道 天呐 我们以为你只是脑子不好 竟然你还真的会拿女人当人质啊 平时绅士的性格是装出来的吗 好失望啊 好在这帮禁卫军的领头 羊头怪还是觉得留个人质比较有利 这才让众人带着阿奎亚来到了最上层的大厅 羊头怪通过魔法道具告知前线部队 他们抓到了一个祭司人质 让前线部队告诉底下的入侵者 乖乖投降 不然就撕票 随后羊头怪像是对待上兵一样 询问着阿奎亚 入侵者到底有几人 谁更厉害之类的事 阿奎亚则像是在做客一样 一边刁难给他倒茶的人 一边把何真催得天花乱醉 仿佛何真才是入侵魔王里面的最强阻力 吓得羊头怪不敢小瞧入侵者 但遇见惠惠他们 放弃抵抗 被请到了上层大厅后 羊头怪发现这帮人里没有叫何真的人 于是羊头怪立即急的让遇见一行人把武器丢了 然后人质 他希望只留阿奎亚一个就够了 其他人他们都要通通杀掉 羊头怪希望用这样的话 可以把何真给逼出来 遇见他们当然不会乖乖听话 两方势力就这样僵持着 为了打破僵局 何真假扮着黑骑士 自高奋勇的出来做化石人 说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这些入侵者 他黑骑士要为死去的同伴报仇 于是何真站了出来 让达克尼斯当众把盔甲全给脱了 大家都以为终于看清了黑骑士的真面目 原来这个人这么鬼畜啊 不过达克尼斯毕竟是正直的圣骑士 所以他当场就把盔甲给脱了 还十分的享受 遇见见状 指责何真就骂 你个卑鄙小人 腰本是出来单挑啊 听到这话 大家都发出了遗憾的叹息声 不过羊头怪作为首领 却自高分勇的站了出来 要跟遇见单挑 羊头怪说 只要不是最强的何真 对付你这种角色 简直是小意思 其他人当场就震惊了 还有人会怕那种东躲西藏的小人 羊头怪说 少啰嗦 我可是禁卫队长 马门正面交锋 连那些魔王军的干部 也占不到便宜 这时候 阿库亚却说道 是吗 你这么厉害啊 你真不怕何真吗 他说不定就在你的身边哦 羊头怪说 少啰嗦 我才不怕呢 那个叫何真啊 你赶快给我出来 于是何真 从背后一箭就刺穿了羊头怪的脑门 并笑着说道 我就是那个卑鄙的何真 何真发动了死亡被刺的技能 所以一招就弄死了禁卫队队长马门 在场的魔王军们都纷纷大叫 这是人干的事吗 遇见他们知道 阿库亚身边的人是何真之后 立马就跟魔王军的人打了起来 但是有三个禁卫兵打算优先对付何真 何真则当场使用了惯用的技能 拘束绑住了一个禁卫兵 但何真手上唯一的绳子是拴在阿库亚脖子上的那一根 这导致阿库亚此时跟绑成粽子的魔王军捆在了一起 其他魔王军的人见状大叫道 可恶啊 这个叫何真的不仅会偷袭 连头本都不管的吗 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 但就在这时 达克尼斯打算保护何真他们撤退 二话不说就冲了过来 有两个禁卫兵想要阻止达克尼斯 却发现根本砍不动达克尼斯的盔甲 于是这两个禁卫兵干脆拽着达克尼斯 达克尼斯则跑到了何真的身边说 快 何真 阿库亚 我来救你们了 快来打把手 这两个人拽着我不放手啊 何真在边上大骂 你疯了 你带着两个敌人冲过来 你想干什么呀 这不就变成了二对四了吗 但就在这个时候 阿库亚却得意洋洋的走到了何真的身边说 那三对四如何呢 原来阿库亚用净化技能把绳子解开了 但是被绑着的那个禁卫兵也解开了束缚 何真说 草孽呀 要我带个废物和纸招打五个敌人 你们有病吧 话还没说完 这五个敌人就攻了过来 只听达克尼斯大吼道 嘲讽 五个敌人的剑就全朝着达克尼斯的那边砍了过去 魔王群的人还纳闷 天哪 这什么技能 感觉好像挑起了我 施虐的心里 不拿剑刺他我浑身难受啊 达克尼斯则在那边满脸通红 窜着粗气的说 来吧 让狂风暴雨的攻击都打到我的身上吧 快点 不要停 接着 玉剑直接就把这五个敌人全砍死了 由玉剑和云云这种战斗力在 很快大厅里的敌人就被他们都打败了 任务完成 何真他们终于可以带着阿库亚回家了 但是前方就是魔王的会客厅 魔王肯定就在里面 到底是回家还是继续打魔王 何真和玉剑争论了起来 而惠惠和达克尼斯则趁机揪着阿库亚的脸颊 以示惩戒 玉剑对何真说 你把阿库亚强行拉到了这个世界 难道你不该负起责任 打败魔王把阿库亚送回天界吗 而且你一直这样的话 我怎么放心把我喜欢的人交给你呢 何真听完回道 你看女儿的眼光是真他妈懒 玉剑立马抱怨的 我还以为我们俩打败魔王以后还会互相理解 蒙生友谊呢 结果何真立马对玉剑使出了生命吸取的技能 说道滚吧你 朋友我有的是跟你这种人在一起 我只有当绿叶的份你知道吗 见何真和玉剑越吵越凶 阿库亚跑过来打起了援炒 阿库亚他说 他来到这个世界其实挺开心的 离家出走啊 只是为了让那些不知道他好的人急一急 所以玉剑见阿库亚都这么说了 决定按照何真说的 先送阿库亚回阿克塞尔 但只有何真发现 阿库亚说的话都是违心的 于是何真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我可是倾家荡产来的 怎么能空手回去呢 各位说吧 魔王的脑袋值多少钱呀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做到这里 各位听的过不过瘾呢 老样子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点赞过三万 我就一天之内 把第十七卷的下半部分 全给他做出来 希望大家能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 不过瘾呢